大家好,我是冰淇淋老師 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是 車票去哪裡了? 诶,你们看封面有什么呢? 哦,有个人好像在开一台车的样子 他好像是司机耶 不知道是谁的车票不见了耶 我们一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吧 车子要开了,大家把车票拿出来 哇,好多人要搭车哦 诶,你们仔细看 每个人的车票都不太一样耶 大家的车票上的图案是各种不同的车子呢 突然,一阵风吹来 把大家的车票吹走了 车票飞得很远,很远,很远 司机先生说 我们一定要把车票追回来 公车爬过一座山,两座山 竟然遇到了神仙 神仙说 车票飞走了,自然会回来 不用再追了 司机先生说 不行,我们一定要把车票追回来 火山爆发 海浪一波又一波打上岸 好危险啊 海龙王大吼一声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还不快回去 司机先生说 不行,我们要去追车票 总算回到了平地 前面出现了好多车 怎么办呢 司机先生一心只想追回车票 他继续往前冲 没想到 他们第一个冲过终点 得到了冠军 观众兴奋的大喊 快去领奖杯 司机先生说 不行,我们要去追车票 肚子好饿哦 司机先生和小狗准备午餐 公车也要喝水休息一下 吃饱饭后 司机先生帮公车撑伞 小狗轻轻地扇着扇子 风吹来凉凉的 好舒服哦 休息过后 大家精神饱满地继续上路 前方的高山跑出来一大群雪怪 大吼大叫着 快来和我们一起玩 司机先生说 不行,我们要去追车票 他们一路追着车票 来到了太阳落下的地方 眼前是一棵又高又大的树 小狗汪汪叫了几声 司机先生说 嗯,车票一定就在上面 嘿哟嘿哟 大家努力往上爬 等一下 司机先生说 我不能把公车留在下面 于是 他们一起拉着公车往上爬 嘿哟嘿哟嘿哟 终于爬上来了 哇,车票变成了 小鸟的被子了 哇,该怎么办呢 他们在树上待了很久很久 想了又想 然后安安静静地爬下树 黑黑的夜里 只剩下远方传来小鸟规律的打呼声 和公车前方小小的灯光 很晚很晚的时候 所有人都睡着了 只有司机先生还醒着 他默默支着小被子 心想 我一定要把车票换回来 哦,司机先生在干嘛呀 啊,他在帮树上的小鸟们织小被子 好把车票换回来呀 故事说完啦 原来车票到哪里去啦 没错,成为小鸟的被子了 还记得其实每张车票都长得不太一样吗 如果是你的车票 你觉得会长什么样子呢 创作一张属于你自己的车票吧 我是冰淇淋老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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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